太爽了 更少不了的就是下韭菜 喜欢吃大的一定不能错过 来收拾一下 马上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最爱亲爱的粉丝和新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野猫 今天年份第一次倒菜 辣子鸡翅分享给你们 简直太香了又辣又香 还有这个东西呢我加了一些 我不知道这什么名字 在大街上买的 花回来一盒 哎呀你看这粉丝鸡翅 焦黄焦黄的里边很嫩 配上这个辣椒 辣中带香 香中又带辣 什么感觉呢 就是一吃光出汗 而且还想吃的那种感觉 那个煎出来的好处啊 第一就是省油 第二就是吃起来很香 单香的感觉 而且不油腻 第三就是没有人喷我 嫌这油大 嫌这浪费油 今天满足了以上三点 嘿嘿 就这一盘辣子鸡翅 我跟你说一个人哈 下班之后我过你了喝半斤 都没问题 这个饮料就不用说了吧 你看颜色 比利时的薛道院 之前有人说想喝苦的 来吧 今天这个菜就得配这种 有酒精味的 然后带苦味的这种精尿 很多人不能吃辣是吧 你们就羡慕吧 我很无所谓 从小吃到大 所以口味很重 也能吃青蛋的 也能吃辣的 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所以什么菊花不饱之类的 不存在的 你看这骨头啊 长脆了 太爽了 比我之前做那个 隔离菜辣子鸡 还好吃还小 还入味 这是什么菊花不是 有点关心 对究竟了 穿过瓶的 这么做 不像 好了 很累 你们吃到了 好 胃 你有什么 对 哎呀 两个字太爽了 好了 我最亲爱的粉丝和新朋友们 感谢你们观看 今天我就吃到这 然后呢 希望你们可以学会这个辣子鸡市 麻中带辣 辣中都带麻 还有香味 非常适合下酒 一定要去给你们家里面做一份 到时候会去品尝一下 此时此刻最不能缺的 就是半杯 炖炖精尿 我干了 你随意 炖炖